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及治安警察局展开一连串宣传及反罪恶格行动 也就是东防行动 今年的东防行动在上个星期已经开展了 时间会横跨整个春节 直到2月中结束 采取的是防打结合的形式 分有前期宣传及行动两个阶段 只要是我们警方 希望除了能够透过打击各类型的犯罪 来维护澳门良好的治安环境之外 亦都能够借着广泛的宣传 将一些防罪、守法的意识 浸入到社会每一个层面 让市民大众从自身 已经做好一个防范和安全性的工作 降低罪案发生的可能性 达到警民同心 推手宽度伸春 不在前期宣传阶段 警方会拜访民间社团 方会、学校以及物业管理公司 透过讲座、座谈等方式 向市民大众讲解最新的犯罪手法 和预防方案 提升他们的防罪灭罪意识 同时听取他们的意见 了解区内最新的治安形势 和罪案动态 从而调整执法策略和警务部署 警方也会到一些人流旺区 商铺食市、休戏区等地 派发宣传单张 设置防罪资讯站 以及播放一些防罪短片 来呼吁商铺店员、市民旅客 做好防骗、防偷、防爆洩的 自身防范措施 因应新春期间 市民或是会选择一家人外游 外国人士回向过节 大厦、住宅、真空的情况较多 警方也会走访各区 有潜在隐患的攻下巡查 和管理人员、居民 解释保安漏洞 防范于未然 而在行动阶段 警方会组成多支的巡查小队 到卡拉OK、酒吧、游戏机中心等 各类型娱乐场所 执行巡查工作 也会派出葵犬小队 特别是巡逻组 以及便衣警员 在主要的街道、旅游区、商业区 和爬涉黑点巡查 从而加大机动巡逻的密度 和覆盖度 支力预防以及打击不法分子 乘机作案的可能性 同时 针对折戒日期间 容易出现罪假及若假的情况 警方会加强对市面车辆的折查工作 以确保良好的治安环境 另外 保安部门因应过往经验 组维各出入境口岸、新马路 以市庭前地 和大三巴一带的旅游旺区 繁忙路段 爆竹延放区 和大型活动地点 做好人群、交通的分流管制预案 届时 警方将会因应现场的人流情况 灵活调盗人手 以作应对 在这里 我们警方呼吁港大的市民和旅客 在外出宽度阶折的时候 记住要锁好门窗 保管好自身的财物 如有临时管制措施的时候 需要配合现场警员的指示 有罪感前进 在庆祝的同事 也需要顾忌吸引 在这里 我们警方也预祝各位市民、游客 新年快乐、身体健康 为推进落实社区警务的工作 展现正面积极的警队形象 警方在去年进行名为 警民如水情、中文正文 及澳人眼中的警察摄影比赛 一共收到566个作品 反应热烈 五而一前就举行了攀奖礼 我一直平拳 一直都相当欢喜 希望学生、市民 尤其是保安系统的人员 来时多些参与 通过精文比赛 我觉得这个活动是很有仪式 成本低、效果好 我很开心可以再次拿奖 很感谢学校和关注少年组 这些同事的代表鼓励 特别是我要感谢灭绽线封种子计划 如果没有这个课程的话 我就不会去上这么多课 和警务人员一起接触这么多 今次我的题目是 《当了两天的保安学员》 就是因为我在五个月前的八月份暑假 我参加了保安高校的一个活动 叫警察体验营 首先我本来想将来投身于警察这个行业 本来我也有想放弃 我就说我连两天都很想哭 如果将来真的投身这个行业 我就要在这里训练八个月 那我是否真的捱得过来呢 但有一晚就听这里的师兄师姐 他们说他们的经历 令我很感动 就是他们说当自己一个人 经历所有事情 和做体能训练的时候 是很辛苦 但一个人做是辛苦 但当一天人做是一种幸福 就靠整天人 你帮我我帮你 这样捱过来 令到我将来 都要让自己去试一下 因为有时不逼自己 也不知道自己真的可以做到 所以我将来都依然会继续上做警察